这个故事可能看到最后才能够让人明白 原来长相思三个字是一个悲剧 它代指对于那些失去的东西所抱以的无尽的思念 可以说是永世我爱 那么对于女主角小妖而言 谁是永远失去的挚爱呢 她真正是而不得的人是谁 且看本文 涂山景与香柳二人间的付出与牺牲令人深感动容 前者不计回报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小妖 无私地扶持着枪贤 然而更加令人敬佩的是香柳 此君曾生无分文 只拥有真情和九条性命 但她却为了小妖而不顾一切 甚至号称九命的她也为之舍弃一命 小妖被枪贤带到五神山后 香柳并不退缩 勇敢地闯入了此山 从中不难窥见 香柳对小妖情谊的深厚 一味小妖牺牲的大爱 香柳的爱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 她以防封辈的身份和小妖相处 一直在暗中帮忙 不求回报 多次出手救了自己的心上人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她有九条命 可是这些性命的次数 她却没有用在自己的危险之上 而是紧述给了自己最心爱的女子小妖 被肖小之辈木公子用阴险的毒计射局 她丢掉了性命 一场大火让一切化为了泡影 香柳得知情况之后 悲痛欲绝 香柳孤注一职 用尽自己的生命力和几十年的光阴 挽救了小妖已死的命运 让她得以再度获得生机 而且她还传授了心爱女子剑术以自保防身 给予了善良 单纯 可爱的她自我保护的力量 二 成全他人的香柳 接下来 涂山井因为反派的陷害而命悬一线 这时 香柳依然不顾一切的出手相助 她就像就是与水火的神牺牲自己 成全他人 九头蛇心之井对于小妖的重要性 因为自己终究要离开她而去 或许香柳早知跟随红江的战败结局吧 但她无悔 为了保护小妖的安全 她甘愿牺牲生命 成功拯救了涂山井 某种角度而言 这也算是拯救了秦迪亚 香柳由此壮举 才有了最终的结局 涂山井与小妖得以重聚并且相依相守 两人选择了与城市隔绝的山林 过上了幸福安宁的日子 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他人的幸福 如此境界 如此大爱 令人折服 令人不愿看到 她太虐人了 三悲壮结局 一些心急的读者一定想知道 香柳这个可怜又可敬可爱的人 最后的结局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们很多朋友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最终还是发生了 我要忍着悲痛为您讲述 她从未直截了当地向心爱之人表达爱意 直到最后一刻 她还想着试图消除女神对于她的记忆 在原著之中 香柳悲壮地战死在了战场之上 就如上古的山海经所言 香柳的鲜血所喷之处 草木不生 这是多么具有怨念的一幕 也是多么悲壮的一幕 相信届时看到这一幕 很多女观众都会忍不住留下感性的泪水 或许悲剧就是一种美吧 或许冲突也是另外一种遗憾的圆满 她选择牺牲自己 成全他人 感动了无数的观众 原著小说的结尾非常的虐心 不知届时 在第二季具体表达这一幕的时候 相关的创作人员 是否会选择开放性的表达 或者含蓄地表达这样悲惨的收尾呢 我们希望编剧能让九头蛇体面的 有尊严地离开这个故事 我甚至有时候都希望电视剧版 能够改写小说的结局 让香柳即使不能和小妖长相厮守 也能够最后活下来 她的一身白色气息 终究还是成为了悲剧宿命的象征 令人悲痛 让香柳即使能够改写小说的结尾 让香柳即使能够改写小说的结尾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